在一間體育用品社的鑽角看到他 看到他很清楚的樣子就看得很露迷這樣 老師就跟我說有個男生想要認識我 下課就直接被隔壁的老闆找去面對面聊天 當時真的是很尷尬 在大一下的某一天他突然打電話給我 說想要來找我 然後我跟他說我好像忘記你長什麼樣子了 最後是請他先傳一張照片來 後來緊張得我們第二次見面了 也因為這次的見面 然後我們的聊天之處有在更多 然後也更了解彼此 那時候去找他這樣 聊一聊就覺得我就心想說 司機應該到了 然後我就鼓起勇氣問他說 我可以請你嗎這樣 對然後他就點點頭打音好久 我們就這樣在一起 其實我們這個時候有在鬼話 只是說沒有很急著去做這件事情 對然後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說 不然我們去登記好了 然後我就說好啊 然後我們就訂了一個諧音的 就愛你 就愛你 對 就愛你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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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